終於就要公佈小內閣外面名單猜測不斷 但韓國瑜希望大家多給點時間 內閣可以說大家都非常關鍵 那目前的進度呢大家比較關心的 就是進度 電鍋再煮飯你不要一直開鍋 飯都不會煮熟 好不好我們正在進 那下期八月大再公佈一下 是一波的小內閣嗎 我們會稍微晚一點 我現在不要把這個鍋 鍋蓋掀開來 這句話似乎暗示著楊初心 副市長無望 電鍋猛先鍋蓋一鍋飯 恐怕因此煮不熟 楊初心副市長無望 是否會掌管高節韓國瑜低調再低調 但具用酒駕內閣這一點很確定 有一個官員談得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到最後一刻他告訴我 他曾經酒駕被抓過 所以我就沒辦法 我們還沒有做最終的確定 反正一有整個人是底定之後 會盡快進出跟各界報告 誰走駕卻毛遂自見 韓國瑜不透露 但賴清德內閣品傳走駕 韓國瑜似乎引以為戒 我想說應該希望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我在未來的表現吧 所以自己不會想要用高度的標準 然後跟院長一起 我想我會跟院長討論這個事情 小內閣預計下週公佈 為了安定與和諧 可能沿用既有成員 韓國瑜更是強調 小內閣是神經中樞 必須充滿歡樂 記者綜合報導